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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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帝不想喝汤 后生起起着鸳鸯 紧着着好霜 正面出头船来出掌 唐帝儿满红糖 与你又平安门荡 西圈上相依然好 董姑娘说好妆 好 天地同摆着一眼对望 有家 今日收家 你还在我的心上 好 我将青丝放入你手掌 总结好来日方长 还记得你的模样 你在我的心上 说来做情长 嗨 我是Ann 今天带大家来吃 美食啦 那这一集介绍的呢 是南桃园三间必吃的烤鸭 是M&B哥真心推荐的 那第一家呢介绍的是 我身后的李明记烤鸭 它位在平镇区 京陵路跟屏东路的路口 自己Google一下 营业时间是早上10点 到晚上的7点半 中间是没有休息的 但是它基本上是 礼拜一是公休的 这时间要大家记得了 其实我已经买好啦 刚排了有点久 而且现在才4点 就已经在排队了 那用餐时间 就知道了 一定是排超级多 超级久的啦 它其实有分全鸭两吃 跟半鸭两吃 价格就是它一进去店面的 边边都有写好啦 就自行参考 那它就是可以分加辣的 或不加辣的 今天呢 我们是选择不加辣的 因为小朋友要吃 好啦 我们现在赶快去开箱吧 回家吃了 好香啊 Go 回家回家 走吧 好啦 烤鸭就 买回来开箱给大家看啦 在这里 好啦我们的烤鸭两吃呢 就是很基本的就是有这种 包皮的 已经切好好的 那我们包皮的 这个面皮部分 我们是有另外再多买两组啦 一组的部分是30 所以我们多买两组 等于是加60块 它当然就是有基本的甜面酱 就是我们家小孩子超级爱吃的 那另外呢就是 炒的部分就在这边 它真的太大份了 所以我们就分装成两盘啦 这个炒的部分它有分辣跟不辣的 所以就是客制化 它现在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先吃这种 包面皮的烤鸭啦 这个所谓经典呢 这是我们家小孩子啊 跟我自己本人就是超级爱吃的 那这种炒的快炒类的啊 其实基本上就是下韭菜 如果我就是配上辣椒来吃 真的是好吃到极点呢 我觉得烤鸭这种东西是用手来 一切都是用手 才有那种味道 贴心 自己自己DIY包来吃啊 像我比较重口味都习惯加这样子 然后再淋上它们的甜面酱 看 不客气啦 这样子的味道啊 就会好吃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吃这种饼皮 那热热的啊 很好吃 看 那一份这样子包皮的烤鸭 就好啦 推荐给大家 因为这家李明记是真的超级好吃 它的那种烤鸭的那种肉质 软嫩 然后入味 那它烤成这样子就知道它真的是 很好吃 然后不会很干彩 那它炒的呢 也真的是 我刚才讲过就是下韭菜 真的好吃 因为这一份是有另外再加高丽菜 再另外加30块 所以我今天整个买全鸭 二吃 我花了620块 当然我的晚餐是很推荐的喔 推荐给大家 这一家呢介绍的是 蔚家乡北平烤鸭 那它在中美路跟盐平路的路口 就在我身后啦 你猜现在几点 现在是10点半 就已经排队啦 你看这家是不是排队名店呢 好啦它的营业时间呢是早上的9点呢 到晚上的8点 建议啊 我真的真心建议 就是事先打电话预约 然后你就是免除了这个排队时间 现在我已经买好啦 好啦我今天买的是一整支540元 另外加一套饼皮30块 所以呢一共是570 其实还好另外一个套 方案啦 就是你可以加清蒸菇高丽菜洋葱 特价是100块 让整个餐点如此的澎湃 因为烤鸭两吃就是要吃的 飽飽飽 好啦现在就跟着我回家开箱啦 我们来去吃烤鸭啦 Go 好啦现在就来开箱 专门为家乡北平烤鸭 来来来来来来看吧 这是一整支已经切片的烤鸭 好这是炒的 炒的基本上我觉得它给的那些佐料 味道看起来 用看的 就知道它蛮入味 因为蒜头啊 葱啊什么的很多 然后他们要推荐他们家的饼皮 他们的饼皮 他们就是自己现杆的 然后应该有就是去煎烤过吧 应该啦 因为我们看他烤鸭 看他在那边限压那个饼皮 然后他饼皮就是比较软的 我多少饿了 现在就来包一片啦 原谅我都用自己用手来 我手已经洗干净了 我超起来吃他们家这个 脆皮的那个 刚刚还在滴耶 现在就来吃一下啦 然后他们的甜面酱 撕太小动了 OK 好啦 我自己包好自己的鸭肉片啊 很香 想要吃他们家的饼皮 他们家的甜面酱 其实 口感我觉得有点偏甜 好像有点太甜的感觉 但是整体来说其实还不错啦 看来那烤鸭皮啊 真的是烤得很脆脆的 蛮嫩的 然后肉 鸭肉就是蛮嫩嫩的 所以我觉得这间 要在排队购买喔 真的是不为过喔 推荐给大家 贵家乡北平烤鸭 最后一家烤鸭呢 介绍的是在中立区的新中北路 跟新人路三段路口处的四季烤鸭 没错 就在我身后啦 这家的营业时间呢 是十一点 到晚上的八点 礼拜一是公休的 但是基本上 你太晚来呢 你是吃不到他们家的烤鸭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三点半左右 满满的人潮 你就会知道你太晚来 你就是会吃不到烤鸭啦 那他们的点餐方式呢 在这里 你就是自己勾选好你要的餐点 跟你要两吃还是拳草还是舵盘 等等你勾选完之后呢 自己撕下下面的一个 算是收纸链 那他们在把餐点做好的时候 他们就会叫号码啦 你就是凭着你的号码 去领你的餐点 所以你就是不用在那边排队 反正就是自己找时间 去勾选你的餐点 放在桌上就可以了 好啦 现在呢 我们已经勾选好了 就在等我们的餐点啦 等一下带回家开箱给你们看 现在就来开箱咱们的世纪烤鸭 他的全鸭呢 一支呢是460元 然后饼皮基本上负好 最多只能加两份饼皮 他不可以加超过三份 那他的葱呢是比较特别 他是给的是洋葱 一份呢是10块钱 所以我们今天加点呢是三份 外加你可以去点 加点料理 这是他们那边的特色 像我们今天有加的是金针菇一份 然后还有高丽菜一份 外加甜不辣一份跟猪血糕一份 就让他整个其实就是 一整个就是炒好炒满的一个三杯料理 算是反正就是炒的烤鸭 废话不多说 现在就来直接吃已经弄好的这个烤鸭 马上包来吃 那他们的饼皮其实有点是算配好来的 然后 其实不能买过多就对了啦 我喜欢他们的那个甜面酱 蛮不错的 不会过甜喔 那整个这样包起来吃 然后再加洋葱这样子搭配 其实蛮清爽爽口的 好吃 这一次呢介绍南桃园三间烤鸭 李明记 魏家乡跟今天的四季烤鸭 都是在南桃园超级有名 而且排队超长的名店啦 因为烤鸭我觉得就是 基本上就是逢年过节大一定都会吃 平常呢想到的时候也会买来吃 因为我觉得三五蚝油聚在一起 吃这种饼皮式的烤鸭 跟这种三杯炒好的烤鸭 嗯又配个酒 整个就是舒服畅快 然后就是当着下酒菜 真的很不错 那希望我们影片 请在右下角按个订阅啦 按赞分享 都是给我们很大的支持 咱们下回见 拜拜 好吃吗 超好吃的对不对 好吃到你没办法讲话是不是 你跟爸爸讲的时候 跟爸爸讲说好吃 好吃 好吃